你知道吗?如果台积电真的哪天出问题了 全世界的手机车子卫星AI可能全部都得罢工 而最怕它倒的不是台湾人而是苹果高通特斯拉 我们今天就来讲清楚为什么这些科技巨头离不开台积电 台积电到底掌握了什么?又是谁最怕它倒? 故事要从制造这件事讲起 在科技业最赚钱的通常不是工厂而是设计师 比如苹果设计iPhone高通设计芯片 NVIDIA设计AI晶片 大家都靠创意赚钱 但设计再好最后都要有人把晶片做出来对吧 这一步看起来最辛苦最没光环的就是制造 但重点来了真正能制造高阶晶片的工厂 全球几乎只剩台积电一家 你没听错像3奈米2奈米这种先进制程 台积电的市占率高达90%以上 换句话说 苹果高通AMD这些大公司设计能力超强 但制造全靠台积电 如果台积电哪天说 我不干了 全球的晶片供应马上断电 所以你才会看到 苹果CEO库克飞去台湾跟张忠谋吃饭 高通高层三不五时拜访新竹特斯拉 更直接在投片后不断要求优先排单 他们怕的不是价格 而是失去台积电这台地表最强晶片制造机 你可能会问那三星Intel不是也能做晶片吗 别急我们先来讲一个小故事 2013年苹果原本用的是三星制造的A系列处理器 但后来偷偷转单给台积电 为什么 因为三星自己也做手机啊 晶片搞不好今天给你 明天就变成它的Galaxy独家优势 但台积电就不一样 它没自己的产品 专心帮客户制造 更重要的是 它连设计部门都没有 不会跟客户抢市场 这就是台积电最强的地方 中立 它不是一个制造工厂 它是每个客户的保密合伙人 而这种中立信任 在晶片这种竞争超级激烈的产业里 简直是黄金 你看高通如果去找Intel代工 会不会担心有天Intel抄它设计 你看特斯拉如果找三星下单 三星曾经也是自己坐车的 会不会哪天变成对手 所以最后大家都会回头找台积电 那问题来了 台积电真的这么难取代吗 有没有可能被备胎替代 我们就以苹果为例 iPhone里那个A系列晶片 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消费级处理器 而这个晶片目前全世界只有台积电能量产 别说三星或Intel就连美国官方都急了 你用的是我们美国人的设计 结果竟然只能在台湾制造 这就是台积电可怕的地方 它不是没对手 而是拉太远 我们可以这样比喻 如果晶片制造是赛车 那台积电再跑F1 别人还在绕小操场 你不但追不上它 就算它停下来给你五分钟 也不一定能补上 所以美国才花了520亿美元推芯片法案 要让台积电三星Intel都来美国设厂 他们不是想拦台积电 而是想拦风险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台湾出示全球的晶片经济 立马瘫痪 现在再回到那个问题 到底谁最怕台积电的 第一个苹果 全世界80%以上的iPhone处理器 都由台积电代工 而且晶片一旦断供 苹果不是只有硬件问题 连Siri iCloud AI模型都会跟着挂 苹果的商业模式是软硬整合 但少了晶片 什么都整合不了 第二个高通 高通靠晶片吃饭 但没有工厂 几乎所有最新的5G基带 旗舰处理器都是下单台积电 一旦断货安卓阵营全军覆没 你用的小米OPPO Vivo 全都直接受伤 第三个 特斯拉 电动车跟AI绑得越来越深 自动驾驶核心就在晶片上 而特斯拉的FSD晶片 是下单给台积电做的 你说他能不怕 更何况特斯拉的 Robotaxe Dojo训练系统 全都要靠大量高效能晶片 别说怕他倒 台积电感冒一下 马斯克都得打喷嚏 但这三家其实都还只是第一圈 但你以为这只是商业问题 不 真正怕的是 各国政府 先讲美国 别看美国是科技霸主 AI晶片设计 云端运算导弹控制 太空计划 国防卫星 背后全部都离不开晶片 但问题是 美国的设计能力超强 制造却严重外包 尤其是高阶晶片 几乎全由台积电负责 你知道现在美国国防部 有多怕吗 2021年美国智库就发布报告 如果台湾爆发战争 导致台积电停工 美国的GDP将萎缩5%以上 超过1930年代大萧条的水平 这不是开玩笑 因为整个美国科技产业的脖子 就被卡在台湾 所以美国拼了命 也要把台积电 请来亚利桑那盖场 连拜登都亲自出席动土仪式 笑得像选上总统那天一样开心 但你知道最尴尬的是什么 即使台积电人都飞去了 技术都带过去了 美国当地的工人 却连看懂制程图都困难 搞到台积电 不得不飞大量台湾工程师过去 支援生产 原本美国是要防台积电风险 结果现在是台积电防美国风险 再来看日本 日本早年曾是半导体制造大国 1980年代辉煌到让美国都忌惮 结果后来被美制裁 韩超车 台突围 一路跌落神坛 现在日本也怕了 怕什么 怕中国崛起 怕台海冲突 怕未来科技战边缘化自己 所以日本也请台积电去熊本盖厂 盖了还不够 还送地给钱出人 连索尼丰田都投资入股台积电在日本的分厂 日本知道光靠自己很难复兴半导体产业 但只要抱住护国神山的大腿还有一线生机 那欧洲呢 你以为他们跟晶片没关系 错他们的汽车工业设备医疗系统 全都要靠晶片 尤其是德国 德国车厂已经因为晶片荒暂停生产不止一次 大众奔驰BMW的老板们都快被逼疯了 他们也开始担心万一台积电哪天真的断线 整个欧洲汽车工业要不要跟着关门 所以欧盟也跳出来给补贴 要台积电去德勒斯登建厂 德意志之魂也得靠台积电来续命 再讲一个特别的 中国 中国最不可能欢迎台积电 但又最需要台积电 为什么 因为很多中国企业想打入全球市场 晶片还是要台积电来做 像华为之前的麒麟晶片 比亚迪的新电动车晶片 如果不能找到一样先进的代工厂 产品就失去了竞争力 中国当然想去台化 但现实很骨感 中芯国际跟台积电的技术差了两代 量产也有困难 所以中国也是 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 你有没有发现 台积电已经不只是个工厂 它是个战略武器 对企业它是命脉 对国家它是支点 对世界它是稳定器 如果它倒了 不只是苹果出事 高通出事 特斯拉出事 美国 日本 欧洲 中国 全世界都得大停摆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 21世纪 最重要的公司不是Google 不是微软 而是台积电 但问题来了 一家关键公司掌握在台湾 会不会太危险 这几年国际间最怕的不是台积电岛 而是台湾出事 你以为大家关心台海和平 是为了正义 人权 一部分当然有 但更大的原因是 怕晶片锻炼 这就是地缘政治半导体版 保台湾就是保台积电 保台积电就是保自己的科技命脉 台积电因此也有了一个外号 锡盾 一个用科技筑成的护盾 把台湾保护起来 很多人问为什么张忠谋这么有远见 他当然聪明 但他更懂现实 他知道制造不赚钱 但能掌权 他知道晶片没有国界 但产业链有主权 所以他一步步把台积电放在全球最关键的位置 做别人做不到的技术 守别人守不了的中立 成为别人不能失去的伙伴 你以为台积电只是个代工厂 不 它是全球经济的心脏 而那些看起来最强的巨头 反而是最怕它出事的 苹果没有它 iPhone就是废铁 高通没有它5G芯片全断工 特斯拉没有它自动驾驶直接卡住 更夸张的是 连各国政府都怕它出事 怕到送地送钱送人也要它分散生产保障晶片命脉 结尾我们来讲一句话 谁最怕台积电倒 答案是全世界 但谁最该保护台积电 也应该是全世界 这不是台湾一国的问题 而是全球科技生态的问题 你同意吗 欢迎留言说说你对晶片护国神山的看法 好啦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感谢你把视频看到这里 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 记得帮忙点个赞订阅哟 这是我继续做更多好内容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见 感谢你